哈利利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长职负责人大家平安 哈利利亚 亲爱的兄弟姊姆的中子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要所有的担念 我们在早上我们还学习了 一人必因性得生 我们会知道学习的是 二人必因性来得外名 我们思考这个信仰 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生命 我们来思考这个信用 要怎么让人得到外名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经节 让人先来看一节经节 我们请看西伯来书 请看学习来书 请看西伯来书的 请看第十章 让人请看学习来书第十章 第十章三十七节 第十章三十七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二页 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 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 这边说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言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那在这边西伯来书作者 引用这个哈巴古书 在这西伯来书的作者来应用哈巴古书 义人必因信得生 以人必因信得生 可见这个生啊 这个我 不是只是指的是这个生命 不是 但是指到这个外面 肉体的生命 肉体的外面 他指的是啊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 我们的呼吸气息 我们的思想 我们都要必须的往前进要更新 他指到的是说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的开设 人们都要向前来更新 靠着神我们能够雀跃的来往前进 靠着神都能够在那里来往前走 所以我们的信仰 所以人们的信用 其实是要有生命力的 人们是要有外面力的 是要能够实施在这个信仰里面来喜乐的 人们是要实施在我们的信用外面来喜乐的 所以我们要接着来讲到呢 义人必因信喜乐 所以我们所谓要来讲到 义人必因信来喜乐 在哈巴古书里面 在哈巴古书里面 先知一直讲到说 为何受苦 神帝一直说是什么要受苦 那公义的神为何行使这样子的惩罚 这个公义的神是怎样一直要来思想这样的惩罚 但是当他面对这个迦勒底人大军要犯禁之前 当然没有这个阿加利的人他军队要来称立的时候 他却说呢他要因神来喜乐 他却就说我一定会因神来喜乐 那到底他喜乐的秘诀是啥 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是在追求的喜乐是有盼望的 相信我们像在这种信用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哈巴古他怎么样子来靠神 靠着因着这个信仰来喜乐 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巴古是如何靠到神的信用里面来喜乐 那在信仰里面他能够得胜 在这个信用里面可以得胜 就像我们刚刚所上唱的这个赞美诗一样 像我们头上唱的这首西瓜一样 最后他能够唱出喜乐的得胜的凯歌 最后他能够唱到这个喜乐得胜的这个西瓜 我们请看哈巴古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哈巴古书第三章 在第三章的一开始 第三章一开始 这边就明确的告诉我们呢 是哈巴古先知的颂赞 他这一开始就很清楚来跟我们说到哈巴古书乐最赞 他把他的祷告用这个诗歌题的方式来唱出来 来向神呼求 他祈祷请求一首诗来他给他唱出来 那他对神说什么呢 他给神说什么呢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害怕的 他是敬畏神的 他是敬畏神的 那面对神对他的漠视 他来面对神对他的漠视 对众人的漠视 对正习神的漠视 说神必惩罚犹大 他说神一定会触发这个犹大 必借着暴虐的迦勒底人来攻击来灭亡他们 一定会教到这个真恐怖的这个教材中人来给他们买梦 那这样的消息让他怎么能够喜乐起来 这样的消息他要怎么会欢喜起来 不只他自己即将面临危险 他所爱的这一些同胞们也一样 不单单他自己危险 他所疼的这些同胞也受到他危险 所以这面对这个神已经讲了要怎么样来 来施行惩罚的这样的这个情势的时候 当然面对这个行宫一定会来出发的这个状态时 哈巴谷他向神来祈求 哈巴谷他这样向神来祈求 我们可以看诗篇的42篇 把人来看诗篇42篇 诗篇42篇 诗篇42篇 42篇11节 42篇11节 在旧约圣经688 在旧约有圣经688名 诗篇42篇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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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诗人他在遇到这个忧愁 遇到这个为难的时候 这个是人他没有到忧愁 有到危险的时候 他向神来求告 他向神来求告 那这篇诗呢可能是写在他们这个亡国的时候啊 祇宿舍在他们在亡国的时候 那在遇到这些为难很绝望的状况中啊 在那部就在这些危险很担忧的当中 他的心没有办法安静啊 他的心没法到他讲下来 他有许多这个不好的很负面的想法 他的心里有很多很负面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他说应当仰望神 总是他说这时的运动来忧愁神 那在英文里面是说 Hope in God 就是要对神要寄予的这个盼望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要教徒在神来忧愁地忧愁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有这个忧伤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常常有忧愁的时候 但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要回头去找到这个良药 这个时钟我们就要记得说 我们就要回头去找到这个良药 让我们的心能够再度喜乐 让我们的心能够再度喜乐 在箴言里面讲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在前面来面说到 喜乐的心更是好悠 可是谁能够有喜乐的心呢 什么人可以有这个喜乐的心呢 这个喜乐它不是只有我们在吃了什么东西 我们很开心很满足 不是那样子的喜乐 我们说的喜乐不是说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们感觉很满足很欢喜 不是这种喜乐 而是真正从心里面有这种满足平安和谐之感 他要说的就是这种喜乐是对心里面有真的满足平安的喜乐的感觉 那这样的喜乐唯有在喜乐福气的源头主耶稣 在这一位神身上 我们才能够找得到 你没得到 这样喜乐只有对主要说 这个喜乐的源头你会有得到得到 所以哈巴谷他说他很惧怕啊 他很担忧啊 所以哈巴谷说我很烦乐啊 我很愉悠啊 但是他知道他还是要回过头来向神来求 不过他了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头过来向神去求 所以我们再看回哈巴谷书的第三章 能够回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三章 在第二节 在第二节 他说 主啊我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写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这是哈巴谷他在忧伤的时候对神的祈求 这是在哈巴谷书在忧伤的时候对神发出来的祈祷 他求神复兴他的作为 他求神说你就让神我的作为 就是让神这这个大能能够显明 神你的大能力就要显明了 在接下去的神所要施行的这些事上 在神所要施行的这些事上 他求神要以怜悯为念 他说神你就要用怜悯来作你的计量 所以在前面哈巴谷在问神是公义的吗 在头上哈巴谷问神说你公义吗 公义的话就应该要来刑罚这些凶暴的人 那当他领受了神的末世之后 他知道说这些都会领导 所以面对神的惩罚 那他又提到了神的另一项这个性情 神是怜悯持爱的神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4章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章 出埃及记34章 34章第六节 34章第六节 第六节 旧约圣经111页 第六节 所以这边讲到神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所以这提到 讲到神是有任命有恩典的神 他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他为千万的人来存留这个阻碍 要赦免他们的罪过 要赦免他们的罪患 那所以哈巴谷他深知道 这个拆遣他来对人民发言的神 是一位有公义也有慈爱的神 所以哈巴谷知道 但是说这个拆遣万人罪患的神 他是有任命有恩典的神 所以他求神要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 所以求神说你就 显出你的作为的时候 还是要以怜悯为念 还是要用怜悯来作念头 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呢 神的爱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爱 的确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 对 真的人来思想人的信用 我们也许不像这些犹大人 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请求这些犹大人 做这些判的事情 可是呢 在我们的每天的祷告中 总是在人每一天的基督中 我们省察自己 人就要来心扎自己 其实神也会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有没有说了一些 不该说的得罪人的话 其实是嘛 常常提醒人说 是不是对人说 不应该说的罪 很多人的罪 很多我们早上出门前 我们例子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人 可是在面对众人中 我们又忘记了 我们又软弱了 像这样人一早出门的时候 一定跟自己说 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结果面对众人的时候 我们又乱乐了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其实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完美的 可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接纳我们 总是神一次再一次的来接纳人 祂要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好 祂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软弱中 祂还是常常施恩典给我们 在那人软弱的时候 他也是继续都施恩典给人 那哈巴古先知的祷告 哈巴古先知的祈祷 祂就是祈求神 祂就是这样祈求神 求神仍然愿意施慈爱 神啊祢就愿意施慈爱 让我输向祢的祖爱 能够怜悯我们 请祢的怜悯愿 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 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刑法 那在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看回哈巴古书的第三章 我们可以再看哈巴古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五节 第三章的第三节一直到十五节 当先知向神祈求之后 当先知向神祈求之后 他把他的忧虑都谢给神 他将他的忧虑都赦给神 那我们看到呢 接下来是他对神的一个 细数神的作为 说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终于终于神的作为 那在这边讲的都是 神带领以色列民 在哪边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各所来就是说 神断念一些人在什么地方 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六节 在第三章到第六节 讲到神的荣耀跟能力 说到神的拥有和能力 所以我们为什么向神祈求 为什么人就要向神祈求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有大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有大能力的 他必垂听 他也必能够施行 我们所祈求的事情 他在这下的推听 而且他的思乡 人就向他祈求的事情 所以先知他在祷告中 所以神帝在祈祷当中 他回想神在他的这个 这个民族在同胞身上 所施行各样的恩典 他就想起说神在我这的同胞身上 他最想的一些 这的恩典 第三节有讲到提曼巴兰山 第三节这就说到这个 提曼跟巴兰山 那这个都是在神带的选民 在出来的时候 他们经过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 就是先带到山民出来 经过的地方 从埃及出来要到迦南地 从埃及出来要进入迦南地 那中间他们经过这些地方 中间他们经过这些地方 神怎么样子显出他的大能力 神怎样来出于的大能力 那在这个第三第四节呢 就讲到说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 第三第四节就是说到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 那在第五节这边 第五节这样讲到 说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在头前有瘟疫在流行 在脚下有热症在发出 那看到这个瘟疫热症 我们就会想到 在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一个事件 我们看到这瘟疫跟热症 我们就会上去出埃及的一些事件 我们可以看民宿记 请来看民宿记 民宿记的十六章 民宿记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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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六章的四十六节 四十六节 民宿记十六章四十六节 民宿记十六章四十六节 在旧约圣经一百八十六页 第一句有圣经一百八十六人 四十六节 四十六节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 成在其中 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四十七节 七十七节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 拿来跑到会中 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在这边我们看到 在这都看到 这些百姓呢 他们是因为不服神的这一个命令 这个八十就是他没有尊修神的命令 那因为克拉党他们要争夺这个领导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权利 这个克拉党就是要整出这个领导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管理 所以他们不服摩西 所以他对摩西不好 还有亚伦他们也是一并的来这个反对 对亚伦也是这样一直反对 那他们后来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他们后来就受到他们应该有的触犯 可是被煽动的这些人啊 他们就继续对摩西亚伦来发言 这会受到煽动的这些人啊 他们继续来对摩西亚伦来发言 那甚至呢就是聚集 甚至要对摩西亚伦他们不利 而且他们成绩就是为组织作会 要来对付这个摩西跟亚伦 所以神就在这中间施行惩罚 使民中有出现这个瘟疫 所以神就开始使用他的触法就是瘟疫 那一直到呢这个亚伦 他后来呢为着这个百姓来代求 那神才让瘟疫止住 一直到这亚伦来为这八世来代求 这个瘟疫较停下来 所以瘟疫在这边 指的是神他施行 审判惩罚的这个能力 这就是说到神的生法 来生法这个灵力 那为什么哈巴谷他在这个 经节里面他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呢 所以哈巴谷这是怎么说到这种神的能力呢 我们在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 这边说他站立凉了大地 观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作为与古石一样 所以借着提起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神要来惩罚这一些不相信的发怨言的这一些以色列人 其实神要来惩罚这些发怨言 没要相信的这一切的八世 来显出神的公义 来显出神的公义 但神在最后呢 他还是原谅了他们 没有把这一些发怨言的百姓全部灭绝 最后神也是原谅音 没把这些发怨言的八世来给他们辉不掉 所以记得讲到这一件历史 咱们来公起这件的历史 先知要告诉尤大国的民众 神的就是要这样来跟尤大国民的八世这样说 神真要施行的作为是跟古时候是一样的 神 世上这些作为是跟古时 古时时都相同的 他是公义审判的神 是公义审判的神 但他也是慈爱信实的神 总是 他也是主爱信实的神 他与他的百姓 他的选民所立的约 永不更改 他对他的百姓所立的约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在哈巴古书我们可以看 我们接下来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 对哈巴古书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五节 第三节 第七节一直到十五节 我们看到说 其实不是巴比伦 不是加勒底人出手 其实不是巴比伦 不是这个加勒底人来出手 是神出手 是神在出手 神也不只折打 尤打 神也不只折打 他要折打是列国 他要使用的 手法是这个列国 十二节 十二节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 发怒气 则打列国 如同打凉 十三节 十三节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高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景象 所以神的意思 并不是要毁灭全地 所以神的意思 并不是说要毁灭这个专帝 神施刑罚是为了要使人回转 神的行划是 用于是要让人来回转 为了要挽回他的百姓 为了要挽回他的百姓 那神绝对是会对他的选民 来拯救到底 神对他的专命一定是拯救到底 所以当先知他在思想 选民的历史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神帝在思想 这个生命的事情时 他其实看到神丰盛的怜悯 所以时想他看到的是 神方向的怜悯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精解 我们再来看一招的经典 在诗篇的44篇 我们看诗篇43篇 诗篇4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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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第一节 旧约圣经689页 古佑圣经689人 神啊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是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 第二节 第二节 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祖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第三节 第三节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壁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绑壁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那在这篇诗里面 诗人追念神 在故事后给他们的列祖的恩典 那借着来回想这个恩典 他要更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 借着我们来回想神的恩典 来继续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哈巴古先知 他就借着这个历史的回想 所以哈巴古先知 他就是借着在立宿的这个回想 他看到神的能力荣耀 他看到神的能力荣耀 从古到现在没有改变 对故事到今也没有改变 那神的旨意是要让万民都能够归向他 神的旨意就是希望万民都能归向他 所以神是那唯一的救赎者 所以神就是独特为他的救赎者 那当哈巴古他在领受神的末世的时候 当哈巴古他渐渐在领受神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其实他也看到在过去神怎么样子的一直在扶住他以及以色列同胞 其实他也一直看着神是怎么样 渐渐在扶住他到这些辈子 那因着这样一点一滴的系数 他的信心也慢慢的越来越坚固 他就这样慢慢的来受伤 他的信心也继续坚固 所以当我们在忧伤 我们在很跌宕的时候 当人有胸人感染的时候 我们要投靠神 我们就要来挖克神 向神来祷告 我们来向神来祈祷 但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说 神啊你怎么不帮助我 这个我觉得好难的事情 我们那一次祈祷不能打工 神啊你如果没帮助我 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件事 在祷告中我们也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祈祷就是要祈祷 求神的圣灵来帮助人 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让人来看到神的恩典 神在以前是怎么样向我行使大能的 行使 他们是怎么对我使用这个大灵力的 让我的疾病能够痊愈 让我的疾病能够得到好起来 让我生活的难题能够得到解决 让我生活的困难都能够得到解决 当我们祷告思想下去 当我们祈祷又思想下去 我们会发现真的很多很多的恩典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哇 很多很多恩典 数都数不完 那算也算不算 那我们也可以像先知一样 我们也可以像先知一样 把它记下来 我们就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恩典 记下来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恩典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子孙都会知道 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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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知道 看到我们这样的蒙福 看到我们这样的蒙福 能够从这个忧伤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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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们的子孙 他们也会愿意来更亲近来追寻这样的信仰 这样我们的子孙也会希望继续来追寻这样的信仰 所以要因信喜乐 所以我们就要因着神来披露 我们要投靠神 那我们也要在这个信仰中 我们要常去思想神的恩典 人一定要在信仰当中来输上神的恩典 我怎么样成了今日的我 我是怎样可以变造今天的我 那在这个哈巴谷的祷告里面 在哈巴谷的祷告里面 我们也看到他是怎么面对那个 现实这个很让他害怕的这个环境 能看到他是怎样来面对这个 现实可怕的环境 怎么样靠主来得胜 他是怎样靠主来得胜 在第三章 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六节 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 十六节 十六节 他这边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尽嘴唇发战 古中朽烂 我在手里之处战尽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 临到犯境之名上来 那小微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啊 我真的都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因为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绝望的景象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还没有遇到这年做梦的景象 那唯一可想到的这个画面大概就是我们一些这个电影灾难片里面的情节 所以他先知面对这个大军犯境之名要上来的 那一切看来都无法改变 一切看来就是无法改变 那他怎么样子去面对呢 他要怎样来面对呢 这边说他安静等候 他为什么能够安静等候 他为什么能够安静等候 因为在前面他跟神的对话之中 他以前一间神在说话 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 神很清楚的这样告诉他 这些灾难这些战争都是出于我 这些灾难这些战争就是都出于我 所以他的信心是在于神 所以他的信心是出于神 神要拯救 神要拯救 或者神要毁灭 就这神要毁灭 都在于神 都在于神 那他要做的呢 他要做的呢 就是把渺小的自己交给神 就是把渺小的自己交给神 交给这个掌管生命的神 交给这个中观生命的神 所以当他了解他也体验思想了 这全部的原委之后 他从惧怕转为信口 他对驾兄转回来信口 那他才能够安静等候 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三十章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置不肯 那这边告诉我们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在我们的这个生命 能够找到得救的这个恩典 是要归回神 归回这一位是安息的主 归回这个寿安息的主 但是呢 世人常常做的事情 为着这个自己面临的这一些困难 一直在找方法 茫然的到处去奔走 总是为着自己的困难 这样到处在遭踪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归回安息 我们就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就要归回安息 我们当然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生病 我们会去看医生 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去看医生 那当我们自己在尽力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一定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自己会渐渐好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记得说 我们就要来尽救神 要得利 要归回神 我们得力要归回神 那其实呢 在这个真言的十四章也有讲到 在经言十四章也有说到 经言十四章的三十节 经言十四章 尽言十四章三十节 经言十四章三十节 三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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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极度是骨中的朽烂 我们能够心里安静 我们可以心来安静 不要有很多的杂念 很多的欲望 有很多没血量 有很多有梦 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血气 有很多冲动很多的血气 那这样子就能够保守我们 这个肉体的生命 这样就可以保守我们肉体的生命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 忧伤 遇到这些 挫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要很急躁很忧闷 说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可以像这个哈巴谷先知一样 我们就要像哈巴谷这个生命 相同 安静等候 安静等候 向神来祈求 那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7节 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7节 先知他描述呢 他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中 先知他来说到说 他是处于什么 状况当中 不只哦 从这个外在环境 有这个敌人要来侵略 要来毁灭他们 那在他们国中的这个各样的物质环境也是非常的差 其实他们国中这个这个环境也真的不好 这边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这就是一个整个极度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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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说他们真的夸杀这个五国 那在物质上极度的缺乏 在这个物质上这么夸杀 的确是会让我们绝望的 真的会让我们很担心 但是在先知写了这些之后 当生在这之后 我们看到十八节 我们看到十八节 有一个转折 这里有一个转变 他说 也就是说 他的心并没有放在他 就是看到外界的环境的 这些困窘上面 就是说他的心并没有因为 这个环境的这个缺乏 他单单仰望的是神 他单单的勇猛这个神 神要做他心里的力量 神要做他心光来的力量 在诗篇的四十六篇 诗篇四十六篇 我们请看诗篇四十六篇 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 诗篇四十六篇这边呢 也是诗人的祷告 诗篇四十六篇 也是做死的人的祈祷 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说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四十六篇第一节 四十六篇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 所以在这让我们看到 神成为他随时的帮助 神成为他随时的帮助 也就是说神已经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说神一定躲在他的心里来 就是不是说我到哪里 我到圣殿里面才会有神 不是啊 不是说来到圣殿里面有神 随时随地他呼求神 他跟神非常的亲密 他呼求神他对神有信心 那神就做他随时的帮助 随时随时都来好求神 神就一定会 做以随时的帮助 所以先知也是这样 神帝也是这样 虽然他看到外界的景况 都是绝望的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虽然你看到的 环境都是担忙的 没法到来万会 但是他的心中因为有神 但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神 他能够大大喜乐 他一当大大喜乐 他没有看到说他什么都没有 其实他什么都没看到 而是神让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他都觉得可以靠神胜过 就是神 让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他都会靠神来赢过 那这才是真正的喜乐 所以这可是真正的喜乐 喜乐就是你觉得满足啊 喜乐就是你满足 你不会担忧啊 你不会欢乐 你对未来你是有盼望的 你对未来你是有望望的 那保罗呢 他也面对着这样子的状况 保罗也是没有这样的健康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让人请看菲利比书 在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但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总是他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 这是第四章的第十节 这是第四章的第十节 他靠着主他能够喜乐 他靠着主他能够喜乐 好那他的喜乐呢是怎么样的喜乐啊 他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呢 十一节 十一节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见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所以这样子的喜乐 这个盼望让保罗随时随在 他都不惧怕 他都能够靠神来喜乐 所以因为这样喜乐 保罗不关注什么健康 他随时随地 他都能够靠住来喜乐 所以我们看菲利比书 我们一点都看不出来说 这个是他在背观 他的生死未卜的情况之下所写的 所以我们看菲利比书 根本不可以看出 他都说他是让我们关注教育 来面生出来的这个背心 所以因为他大大喜乐 因为他大大的喜乐 而且他还用从神而来的这个喜乐 他大大得力 他能够鼓励弟兄姐妹 而且他对神县书的这个喜乐 他得到力量 他还能够鼓励 他成功宾的兄弟兄姐妹 所以十三节 所以十三节 他说我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只要说我靠着那个教 让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 那当然保罗他凡事都能做 所以保罗凡事都能做 他是要做神所交付给他的事 他要做的是神高徒 让他做的事 是要传扬神的美名的 就是要团用神的美名 那当一个人他愿意走在异路上 当一个人愿意走在异路上 即使他遇到许多的挫折 遇到忧伤的事情 当然没有到很多忧伤出色的时候 神也必然会带领他 神一定会继续担命 让他能够得到力量 让他叠到力量 能够再站起来 让他再站起来 所以在哈巴古书的最后 所以在哈巴古书的最后 我们看到他原来是一个 第三章一开始说 他的祷告是用琉璃歌来写的 第三章最后记得说 他记得是用琉璃歌来写 是一个比较激昂奔放 一直在向神呼求 迫切求神来帮助的 这样子的一个诗歌 或是一首真有热的这个诗歌 就是一直在哭求破切 一直在乎求 拼着乎求的一首诗歌 但到最后 到最后 我们看到了这首诗歌是颂赞神 一首诗歌是来颂赞赫落神的 说神啊 你是让我喜乐的神啊 你说神啊 你就是让我喜乐的神啊 在这个十九节 十九节 他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那在这边 哈巴谷他也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 所以在这哈巴谷 他就是对神而来的力量 他这个力量呢 让他的能够稳行如母鹿一样 这个哀乐 让他可以 温情神像六月霸的体验 那也能够让他稳行在高处 可以让他稳稳驚在高处 那这个稳行在高处 他的原文就是说 践踏在背 在背上践踏的意思 这个践踏在高处的地方 原文的意思就是 吞踏在的脚踩旁 就是说 胜利者把脚踏在敌人的背上 就是说这个胜利者 他要踏在敌人的脚踩旁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啊 所以都看到最后 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 这是一手折胜的这个凯歌 那其实是 哈巴谷要面对 迦二敌人要来犯的时候 他唱出来的这样的一首诗歌 所以这就是 这个咖喱的人要来唱 唱会的时候 这个哈巴谷唱出来一个生理的歌 为什么面对敌人面对死亡 他能够这样的唱出一首得胜的颂赞歌呢 是怎样在面对死亡面对得人的时候 他还可以唱出一首生理的歌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生命 真正的生命哦 是在于神 所以 真正知道 名表说 真正的生理 世外名 是出于神 那他把自己都交托给神 他全然的交托 他全然的来交托 他也 专一的 信靠神 遵行神的命令 他也真专心的来 挖克神 来尊修神的命令 所以最后 神激励他 让他能够唱出一首 不害怕 并且是充满盼望的事革 所以最厉害 神的来尽力 他能够唱出一首不怕陷 全然暗望的一首时光 我们看到他不再怀疑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就不再怀疑了 在他的最后的颂赞里面 他满满是对神的这个感谢 以及这个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 预赞里面的时候 是穿满满的感谢和预赞 所以我们在一生的信仰路上 也是要这样去走 所以人一身的信用丁面 我们也是要这样照这样去走 我们所追求的不也是 那个不能朽坏永生的应许 人们要追求的 也是那个永远不愉快的 永远华名的这个世名 而这个应许呢 会让我们在面对 现在生活中的各样挑战 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爱 神的盼望来胜过 这样永远一定可以让人 靠着神的爱 神的愿望 让人可以赢过 有一位姐妹 她是六日她都会回到巴斗来聚会 平常是在台北教会 有一个八道的姊妹 她每周都会回到八道主会 平常在台北九道主会 那她在九月的这个台北教会 月步道呢 她有见证说 她就是都会长肿瘤 但是呢 神呢 医治她 她说在九月的时候 她都心想有这个瘤 不够神都会来给她移植 但是她那个瘤就是很长会长出新的 所以她都要定期去检查 她这个瘤的都会一直发出新的 都要定期都要去检查 所以九月她见证之后 九月她见证之后 我们听到的都很感动 都觉得她很勇敢 我们听到很感动 感到她很勇敢 但是呢 在十月呢 她就在这个祷告的这个赖群组 她就自己录音下来 这一次生的地方呢 没有办法开刀 因为离中药的这个器官太近 这次她看到的这个瘤 离这个重要的器官很滑 所以没法打开 那医生说这个是恶性 然后就是非常的不乐观 医生说真的不乐观 因为这是一个恶性的流 所以她在这个这个Line的录音里面 她说请大家为她祷告 所以她在这个Line的这个录音里面 说请大家为我祈祷 求神让她能够有做见证时的那样的信心 求神给输给她做见证的这样的信心 因为他们家只有她一个人信主 因为她在他们家只是一个人来信主 那她也很希望她的小孩 甚至她的先生有机会能够来听福音 很希望说她的孩子 她的先生都可以来领受这个博音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跟她做见证的时候 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她是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这个声音跟她做见证的声音都不像 因为她真的感苦 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她的软弱 大家也在为她祷告 因为兄弟姊妹知道她的软弱也为她来带得 那后来我就是听家里的人说 这位姐妹她只要有时间有体力 她就晚上她都会去台北家会聚会 我听出来的人说 这个姊妹如果有时间 有带来她夜晚时的组合一定会来参加 但是她都一个人去了 不过她都是一个人来教会 就是纵使她已经这样生病算是比较严重 她先生还是没有陪她来 虽然她扯得很严重 不过她的先生也没要帮她来教会 那我们听得也是很心疼 我听得很心疼 那在前几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我刚好到台北教会去领会 刚好去台北教会领会 那我想在这个见证的题目中 我也想说她可能会来 所以我想要讲这个道理能够来鼓励她 因为我领会说她来 我就将对她的需要来说出 不用礼的道理 所以那天我的这个讲题是 主耶稣的左右边 那天我的节目是主耶稣的正面 就是从这个定在主耶稣左右边的犯人开始讲 就是讲到说我们要一直跟着主耶稣 要一直走这一段人生的道路 就是说主耶稣 正是给她正面的道理 一直对着主耶稣 我们就要想这样一直对着主耶稣 结果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在主会结束之后 这个姐妹呢就真的有出现 她就来跟我讲 她说对我就是要很努力的 有这一个信仰 我要努力的一直走 一直走到主耶稣的身边去 说对 我就是要这个信用 我就是要一直对主 一直走一直走 那她说我的孩子呢 我就是为她祷告 那求神带领 我的孩子呢 我就是为她来台读 求主耶稣来读 那她整个人已经跟刚就是知道 她又这个有新的这个严重的病情 不一样的 她整个人虽然有新的病 病情 但是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她知道要把她的忧伤 她的绝望去交给神 她知道说我就爱把忧伤 做梦都交给神 那真的整个人 她就知道她每天是为什么而活 所以她真的明白说 我是爱为什么来玩 所以来到教会她的脚步是轻盈的 所以来到教会她的脚步 她是很疲劳的 甚至会后她还陪这个 第一次来的慕道者 来跟她讲啊陪谈啊 介绍这个真理 把握每一次 能够来为主做工的机会 甚至她也会来到教会 还会帮忙着吃 来给她竞争 帮她伴 希望她能够这个机会来做工 所以在这个姐妹的身上 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心上 其实呢 我自己再一次被鼓励到 其实我自己也沉沉 又受到鼓励 原来从神而来的喜乐 是这么的源源不绝 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 再度被点燃起来 所以原来神的这个 披露是一直 一直传下去的 是让人得到这个力量的 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也可能都会有这样子 生命会暗 这个困顿的时候 我们的世苗有时候 我们的幕后 遇到欧暗 热热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总是我们不能买去 神对我们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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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应许我们要有永生的福乐 神应许要让我们的应声 他也借着胜利与我们同在 而且他接着圣灵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时时能够在祷告 祈求中得到力量 得到更新的喜乐 让人不惜在基督中 可以得到经心 可以得到力量 愿主帮助我们 丸主要说帮助人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事上来得胜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属上 我们都可以得胜 我们来唱诗370首 我们来唱诗370首